作词 李宗盛 曾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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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有厉害 林辰 我是 Muronen Chales 很高兴 各位今天一起来跟我们探讨 排湾族的鞦韆文化 鞦韆文化是排湾族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特质 就如同排湾族的 马列伯五年纪一样 那这本月份呢 在我们南排湾 Valiti家族呢 新立了一个鞦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准备要从 Valiti家族立鞦韆的这个事情呢 来开始来探讨 我们排湾族传统的鞦韆知识文化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邀请了两位当事人的 这个父母亲来到我们现场 也是我们排湾族文化教育的工作者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两位来宾呢 来向各位介绍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Valiti家族来自于达仁乡 安硕村 我过去曾经在国小国中担任校长 目前在台南长榮大学兼客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呢 再请我们第二位来宾 来跟观众朋友问好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乌米索万里来自 牡丹乡 屏东县牡丹乡 行保奖部落的后裔 他名是陈秀珠 现在是住在安硕村 在学校服务了35年退休过后 也协助学校一些文化课程 还有部落里的故事 是很歌谣的交唱 谢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跟我们观众朋友 一起来探讨跟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 在这个Valiti家族 立秋千的这段影片记录 庄园盛仲敌入场 屏东马加排王部落 甲布鲁宗族领袖肖惠美 带领家族成员吉黎平 来到台东达人安硕部落 马里的家屋 带者来自甲布鲁家族 德陶翁宣告安置立家陶翁 婚姻上的连结 也让马里的家族 因此拥有立善鞦韆的资格 不过由于安硕部落 传统上没有立鞦韆的仪式 担心这项传统会因此流失 特地为已经出生的两位孙女 举办鞦韆仪式 其实是为了我的小孙女 因为他们具有北排湾的血统 结婚女 叫马布兰阿 丁曼族 当时马克国一渡 流失 所以他们就这么用心 南排湾族的部落 在近代的文献记载上 战役平凡 鞦韆逐渐演变出 辽万守护部落的功能 东台湾的安硕部落 隶属大规稳囚班的传统领域 卡布兰宗族要立上鞦韆 也需经过两大领袖 鞦韆逐渐宗族及鞦韆宗族 等云肯同意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宣告 我们也询问了传统领域的包含这边的那个 网雷迪所他们管的 比方说是 都人的头目 或是罗网尼亚头目 经过那个我们网雷迪这边说 他们云肯 肯认这个事情 我们才来这个地方 因为毕竟他不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卡布兰宗族领袖 萧惠美认为 在这里立上鞦韆 有更重要的行义 代表彼此拥有共同祖先 透过仪式 把相同的生命经验找寻回来 让美丽的鞦韆文化 可以永续传承 那我们想请问 这个两位我们的来宾 刚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 我们有看到这个 整个立鞦韆的这个过程 那想请问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鞦韆会立在 我们网雷迪的这个家里面 他的这个事情的原有 大概是怎么样子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 我儿子是赤拉朗 娶了我们屏东县 马家法湾村后裔 雷格布鲁家族的姑娘 那当他在那边结婚的时候 我们有立鞦韆 因着他们的身份 他们的要求 是同母家族 是同母家族 所以我们有立鞦韆 妈妈张云良 是白湾 那现在他们 已经生了两个小孙女 有一个Vice 有一个Evie 将来长大 她怕说我们东台湾 我们安硕 南台湾 这一项已经失落了 好像都没举行 会非常的可惜 会有遗憾 所以他们讨论很久了 说要来给孩子 遇立鞦韆 所以很慎重 让他们在二十岁成年后 如果论及婚嫁的时候呢 就可以当鞦韆 以免到那时候 零零时时要立鞦韆 会吓到我们部落的人说 这是哪里来的习俗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非常慎重 讨论了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 然后做一些准备 所以那我们把日期才定在107年的1月6号 是是是是 他们也带了那么多的东西 所有架鞦韆的设备啦 还有用具啦 还有人员 非常慎重的来立鞦韆 来告知我们部落 这是美丽的文化的有关婚姻方面 应该要有的这个习俗 是的 也就是说这个鞦韆文化 就是从我们 卡布鲁这个妈妈长一梁的这个家族 在透过今天 这个孩子的这个音乐祭会 然后呢把它文化传播到我们 这个巴尼迪家族这边来 希望以后啊 就是后代呢 在他们的婚姻上 在文化上能够继续传承 对 让地方能够继续啊 来做这个学习的这个事情 对 那刚刚我们在VCR里面有看到 好像这个整个立鞦韆的这个工作不简单 在这个彩木头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是说在 刚刚有看到一个爬这个鞦韆架的 这一些立竿的这样的 有没有 排完族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理规吗 或是有没有特别的规定吗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来介绍一下 有关于这个立鞦韆的部分 刚才在VCR中我们都看到的 不管是在采取这个木头 或是挂上那些饰品 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但因为我们南排完族已经失传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当我们在立这个鞦韆的时候 我们都是由他们来去主导 但是我们知道排完族是接续社会 头目与头目之间的交往 都是站在平等的立场 所以当他们来我们这里立鞦韆的时候 我们都有跟我们当地的头目 我们是隶属于大规文球邦的一个部落 我们都有征寻我们的当地的最大的头目 我们鲁韆尼和Duron 所以当他们在装饰我们这些鞦韆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的谨慎 遵循着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礼俗来去进行 所以就是说我们那个 卡布鲁的这个法湾的头目 也就是跟我们这个南排湾的这个Duron的头目 跟鲁韆尼头目的一个联姻的大事 是这样子了 是不是在这个鞦韆文化上面上 有没有说有不同等级的这个鞦韆的装饰 还是怎么样更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鞦韆有分真正这个家里是人一人家的 它的那个四根的这个柱子来讲 最高等级是用那个九穹树 九穹 Jagas Jagas一份 Jagas 当然它也是要看就地取材 第二个等级就是 那它的等级又有雕刻 如果是头目等级的时候 当家的头目的话 四根柱子都要雕刻 那我们家里的是算列入贵族第二等级的 只雕刻两根 前面的就是雕刻我们男生女生 生殖器这一些象征 生命传承生生不息 这样子 那它们的装饰呢都用 用我们自己排湾族原生种的植物 是 如果是用那个Zangau就是 Zangau Zangau的时候 那算是 冰榔叶 对 那个是头目等级 那我们是用羊齿 羊齿叶给它缠绕 那鲁骨子呢 也是我们那天也有放 为什么 鲁骨子是象征生命 是丰盛 而且是算长生不老的意思 所以那天鲁骨子也有挂上去 那再上面也有挂 加吉的 排湾礼刀 和那个挂 那是 让就是猎人丰收 封衣足食 他说各干两个意思 有的有的 布拉米 有的布拉米 会打到山猪啦 有成人的山猪啦 或者是山羌啊 或者是山羊 那是猎人的身材工具 生产工具 是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我们那天的等级 算是贵族系列 是是是 只雕刻两个柱子 是是是是 是这样子 是喔 各位观众 刚刚我们听到 陈主任的这个分享 其实排湾礼的这个 鞦韆文化 从这个鞦韆架的这个选材啦 或者说 鞦韆架的这个上面的一个 雕刻的这个纹饰啊 要雕几根啊 或者是说 上面啦 他所用的这个 有关植物叶子的这个选择啦 或者多到这个上面的刀啊 枪啊 事实上 这个都是在显现出说 排湾族啊 这个阶级社会 在鞦韆文化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也就是说 呃 并不是说 呃 就是说 每一个 啊 排湾族的族人 哦 都 就是说 在 立秋千 或是在我们结婚仪式的时候 呃 是 都可以去比照来办理的 所以 这个文化的这个意涵 非常的深啊 那社会的意涵也非常的深 那这正好就是啊 我们今天呢 要请两位啊 我们的这个教育文化工作者啊 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部分 那校长哦 就是有关这个 我们这个秋千文化的这个部分哦 不晓得校长 呃 就是我们在文献上我们看到 而秋千文化似乎在 呃 我们整个排湾族的这个族群来说 越晚南的地方哦 好像这个文化的那个传承 或是这个形式 好像有些呃 削弱或是比较变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不晓得校长从你研究排湾族历史的角度哦 你怎么来跟我们呃 介绍一下这个呃 历史因素在哪个地方 有关于排湾族的秋千文化 就从迁徙脉络来看 我们排湾族的 文化山就是发祥地 呃是在北部排湾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宝宝嘛 从这个地方向东向南迁移 当他们迁徙的时候 一定会带着他们的母体文化 所以说北排湾族 中排湾族地区有怎么样的文化 向东向南移住的这些族群 一定会带着这些文化 到他的迁徙地 但是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 或是地理的因素 可能这些呃 优质的荡秋千文化会变质 或是会出现一种被发明的 传统的现象 呃 南部排湾族 因为地理的因素 战争比较多 所以在南部排湾族 会呈现五年纪 为主要的文化 北部排湾族呢 以荡秋千为主要的文化 嗯 我们知道五年纪 这个祭典 除了祭拜祖先之外 它还有一种 凝聚 求帮意识的这个作用 嗯 所以我们南部排湾族呢 呃 对五年纪就比较重视 嗯 因为它必须凝聚 部落意识 求帮意识 对荡秋千的这个仪式 就逐渐失漏了 而以五年纪为主题文化 嗯 那我们刚刚可以听到 叶博士他所说的 为什么 在南部的地方 反而保留的比较好 而且比较盛行 那为什么荡秋千的文化呢 在南部这个啊 我们新开发的地方 反而呢 啊 拙见的有一些啊 啊 创新跟改变 都跟我们呢 当时啊 在南部迁徙的族群啊 他所面临的一个 历史的条件 比如说有外来的这个 敌人 或是战争 或战士 嗯 比如又说就是说 大家都是啊 新迁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一个地方 跟族群关系的时候啊 反而让我们的秋千文化 在当地呢 产生了这个 文化上的 变迁跟这个 嗯 改变啊 陈主任这边 你们有没有要做一些 嗯 从历史上来做一些补充 因为 当秋千是一种 很美丽的文化 那 在北排湾 他们生活比较安逸 欣赏着 飘荡在空中 哦 然后呢 有狼烟冒棋 然后这样子的话 是邀请祖灵 回来跟他们共舞 共享 他们生命延续 这么美丽的文化 是的 嗯 没有 我们又再次 就是听到 其实 这个 秋千文化 是跟我们宗教信仰上 就是说 我们跟 祖灵 跟祖先的这个关系上 其实有 有这样的一个 文化的意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待会我们再回来 欢迎各位观众 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呃 陈主任 呃 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瓦尼迪家族 立秋千这个 呃 纪录片 我们想在啊 在细部的一些探讨 而不晓得 这个筹备的 呃 经过跟过程是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跟我们观众来介绍一下 当他们要来 准备立秋千的时候 哦 这个细部的工作呢 呃 大部分都是他们做准备 包含 陶瓮啊 陈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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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他们准备 好 那我们在家里呢 只协助他们 因为路途 两地相隔甚远 所以呢 我们家里的 相思数 嗯 他们说可以 就采我们家里的相思数 嗯 免得他们从 喔 阀湾啊 从那边再带过来 实在是 比较沉重 所以 嗯 他们前两天 就来了十二个 男丁 是 到家里 来 嗯 我们家的山上 找比较适当的 这个相思数 嗯 忙了一整天 嗯 也包含西部的工作 要雕刻啦 要做什么 都做完之后呢 他们才回去 哦 那 其他的 至于这个 有一些 短的那个木材 大部分都是那个 九瓊树 金尼加修 我的金尼加修 他们又从那里带回来 嘿 这样子 从那里是从 从北排湾 他们有准备 都有准备 我们家里就是提供 我们山上的相思树 四根 他们也是 由他们自己 亲自去采选 是 是 这样的一个筹备工作到 从采 这个 木材 到利好 这样的大概要花多少 之间 哦 不简单耶 嗯 前两天就先来准备嘛 先把它采下来 对 对 到了当天 因为他还要雕刻啊 对啊 然后当天在利也花了一个小时 嗯 嘿 这样子 嗯 所以前前后后要花不少时间了 当然 是哦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文献上 这个排湾组的荡鞦韆文化 嗯 从那个刚刚我们这个 巴黎底利这个 鞦韆的这个文化 两个比较起来 好像有那个性别 或是任务的那个 翻转 那不晓得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呃 这个鞦韆的这个材料啊 或是雕刻啊 或是 呃 架设 当然男女双方都要帮忙 可是主要还是男方要去准备 对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晓得 叶校长你 为什么这样的现象 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你的意思说就是男方要 本来在我们的那个婚礼的仪式里面 应该是男方要准备 我们是男方 嗯 你准备这个材料 然后要去做这个雕刻 然后仇设 把鞦韆立好 本来是男方的 你的工作啊 可是在我们刚刚的VCR 看到的 呃 所以对于这个整个当鞦韆的仪式 我们并不是很了解 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当鞦韆 在我们VCR能够立 主要的就是 我们遵循我们白湾族 亲属社会制度 是男女平等 嗯 也就是父亲 母亲 双方的亲戚 都是平等 嗯 我们的媳妇嫁到我们家里来 嗯 我们尊重 我们媳妇的 家里的婚姻习俗 嗯 所以呢 我们同意他们在我们家里 立这个鞦韆 而这个立鞦韆的意识 就是准备为我们未来的子孙 在嫁的时候 我们的孙女 嫁出去的时候 也能够有这种 当鞦韆的婚姻仪式 所以主要 在我们VCR这个地方 立鞦韆就是尊重 我们媳妇的婚姻习俗 至于为什么我们有女方来准备 刚才我讲了 主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对这个鞦韆的文化 已经失落 由他们来这里指导我们 也希望 借这个 在我们家里立这个 鞦韆文化之后 我们的后代子孙 能够遵循 能够传承下去 是 就是说 没有错 那请问那个叶博士 就是因为你们两方 都是一个头目的这个家族 就是您的孩子跟那个 卡布鲁家族的这个千金 都是来自于头目的家族 这个立鞦韆显然是一个 非常神圣很庄重的一件事情 那当初怎么去协议这一件事 有没有什么协议这件事情 来决定说 把这个鞦韆文化 能够带到我们南部的这个 中间有怎样的过程经过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当然 当时他 遵循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遵循 遵循 我们南方的意见 也就是我们 遵循的家族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是很犹豫也很彷徨 因为究竟我们遵循的家是头目的分支 并不是当家头目 算起来我们应该是 列为贵族的这个阶级 所以当他们有意 或是我的媳妇有意 在我们家里立这个鞦韆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 我们都先征选 我们屏东大规吻球邦的最大球长 也就是最终头目 Ruvenel和Jolene 当代头目的同意 经过一阵的一种协商之后 我们两个Ruvenel和Jolene 头目都同意了 当时他们也都有来参加 这一个荡鞦韆的仪式 所以过程来讲 应该是很顺利 那是被祈福的 那牵涉到 就是说北排湾的头目 也牵涉到我们南排湾的头目 所以这个立鞦韆 它是一个我们当代的 算是大事 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想再另外再请教 就是说 我们过去南排湾 或是东排湾 有鞦韆这样的一个文化仪式吗 那如果有的话 就是跟我们北排湾 在鞦韆文化的表现上 有没有什么相同或是不同的 至于我们东排和南排族 有没有这个鞦韆仪式 刚才我也讲过了 当我们迁徙 往东往南迁徙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这个北排湾族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带着我们的母体文化 母体文化 来到这个我们迁徙地 但是为了当地 但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文化 可能会有所变质 而在东部 在南部的地方来讲 可以说鞦韆文化 几乎都已经消失了 至于东部的排湾族 太马里西流域的这些族群 他们是从北排湾族 也就是巴黛印或是排湾村 这个地方 翻越中央山脉 移住到太马里西流域 所以他们距离这个北排湾族 可以说比较近 而迁徙的这个时间 可能也比较短 比较不久远 所以他们带着这个母体文化 到这一个太马里西流域的时候 并没有失落 或是失去传承 所以在东部排湾族来讲 目前鞦韆的文化 还继续地保存下去 比如说嘉兰还有振兴 这一带的部落 都还举行在婚姻荡鞦韆的仪式 所以就是在我们 就是离母社群 距离 迁徙距离比较近的地方 相对的它的一个发展 就会保存的会比较好 那我们这个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排湾族的这个鞦韆文化 它有没有一个起源的一些说法 跟一些故事 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叶校长 还是这个陈主任这边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起源 排湾族的这个鞦韆的神话故事 在文献上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儒凯族和北部排湾族 都有这个传说故事 儒凯族的部分主要的就是 有一个美女非常的美丽 祝福之下 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 跟这个英俊的男士结合 但是呢 受到另一个极度者 用法力来破坏这个 荡秋千的当时美丽的画面 所以这个男士也得不到 这个美丽女士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得不到她的 亲爱 亲爱 也不是说亲爱 也就是失去了这个美丽的姑娘 这个是在儒凯族里面的 一种传说神话 在北部排湾族呢 主要的就是文献上记录就是说 借着荡秋千能够和祖灵在一起 也就是秋千变成了祖灵 从天上的祖灵下来的那种楼梯 然后他们结合参与这个婚姻的喜悦 也另一种就是说 考验这个男士 能不能献出结婚爱情的 见证物 也就是说熊鹰的羽毛 云豹的牙齿 雕刻 这个摆布是文样的礼刀 还有这个陶纹等等 它有没有能力献出 也就是在荡秋千的时候 这一些装饰品都要献上来 所以在传说故事里面 排湾族的部分 其实含有宗教和这个婚姻的仪式结合在一起 这个情形好像蛮像我们在五年纪里面所看到的 像人神蒙耶的说法啦 就是说请这个祖先 一起来参加我们人世的一个圣典跟庆典 陈祖霖这边想 就刚刚我们的那个 瓦利迪家族力秋千和异西亚里面 好像我们这个哈布鲁家族有带了这个陶 陶旺 这个陶旺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涵在里面 对 我们有一个画面就是大家一起触摸那个陶旺 象征着他们的生命传承 卡布鲁的血统已经在瓦利迪这里延续下来 那我们算是承接了 承接了这样子 所以那就是为我的小孙女 已经预立了有一个荡秋千 不管是权利啦 可以荡秋千这样子 所以他有送 好比一些婚礼上的聘礼 有陶旺 还有陶旺 还有那些猪啊 还有台湾礼刀 那个都有送过来 就是在这一次的我们立秋千一次 是 对 是不是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女方代理 跟我们在立秋千的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非常强调我们的这个后代 后代将来跟这个秋千跟这个他们头目身份 好像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是不是在叶博士这边是不是在跟我们说明一下 那这一层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 从台湾族的起源神话故事来看 陶福就是象征生命的意义 我的媳妇是北排湾族 法湾村阿布鲁头目的后裔 他送我们陶福的意义 也就是说阿布鲁家族的后裔的生命触角 已经延伸到这个地方来了 他荡秋千仪式在我们这里先行架设 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连结认同 这一个阿布鲁头目的后裔 并没有所谓的说我的阶级比你高 你的阶级比我低 而是我们两方的头目都是平等的立场 来看待这个荡秋千的仪式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从那个阿布鲁家族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血脉密脉的一个延续 然后从这个鞦韆来讲的话 就是说鞦韆仪式在这个我们 巴尼迪或是在南排湾里面 它是已经被阿布鲁家族认同跟允许的 所以将来在巴尼迪这个家族 如果要用这个鞦韆文化仪式的时候 是可以得到阿布鲁家族的认同 也可以得到这个鲁阿尿跟这个 这个鞦韆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认同 那就会变成是一个延续的一个开始 跟一个期望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新的探讨 就是说因为这个鞦韆文化 它的从古道经的一个流传跟保存 显然在南排湾这个地方 或是其他的排湾主地区 都渐渐已经比较消失 要看不见 那就会有一个就是说将来 我们这个鞦韆文化 如果要继续在我们排湾主社会保存下来 或是要把它继续把它扩展出去的话 不晓得在这个议题上面 叶教授这边跟那个陈主任这边 你们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建议 或是特别的怎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立秋千 在北排湾他们认为是头目的专属 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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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到了南排湾我们的看法 如果这个专属权也可以分享平民 或者是普及到整个部落通通执行的话 是不是这美丽的文化让大家接受 让大家享受 我认为是应该愿意的话 我们在安硕想要用普及性的来做 每一个美丽的女子都要当鞦韆 不是只有头目血统的才当 让每一个排湾主的孩子 美丽的女孩都能够享受这美丽的文化 这是我是比较想要做到这一方面 而不是说我会冒犯了这个头目的 人一样的权益 希望以后是这样想 这样做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排湾主也是跟着大社会在互动 所以文化上可能不会是一直永远 尤其都是在那个点或是在那个位置 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跟改变 那我们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要 就是说要去保有我们排湾主传统 鞦韆文化的这个精神 然后又要让它普及化的话 不晓得校长你这边 这个保持原来的精神跟这个普及化 这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的方法 还是怎么样子去实践 排湾主的荡鞦韆的文化 在婚姻仪式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优质非常特殊的文化 我们希望说能够传承下去 如何去传承 我想我们从学校民族文化课程来学习 从国小国中这个部分 我们的学生能够接触 可以 能够学习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优质的文化 能够普及化 但是呢 究竟我们排湾主的社会传统文化是 去阶系的社会 所以在装饰上 我们也希望继续保存 还是有贵族头目 平民的一种区分 这样呢 才能够显现我们的特殊独特的文化 好 谢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各位我们的观众 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是两位我们的嘉宾 刚刚我们开始提到 我们这个鞦韆文化 将来它的文化保存 普及化的问题 跟它面临变迁的部分 可能我们再做最后的一个讨论 那刚刚两位来宾都提到 这个鞦韆文化应该要把它普及化 但是不晓得在做法上 怎么让这个文化 来让它普及到 排湾主的每一个部落是每一个族人的家庭 不晓得两位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跟主张 我们排湾主每一个部落 不管是大是小的部落 都是在我们排湾主 接续社会组织之下 所形成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部落 它的在上可能有总头目 在下有所谓的 头目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管者 或是父头目 在这个婚姻仪式上 我们知道排湾主是非常的隆重 也非常的繁文润解 在这个当中 我们知道荡秋千的文化 主要目前是在北排湾主举行 但是我们南排湾主 其实这个文化 我们从中排湾主 和马马迪奇带来的时候 因为社会 或是地理环境的因素变质了 但我们是期望 这个优质的婚姻仪式 不仅能够传承下去 我们也希望能够普及化 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排湾主是接续的社会 所以在普及化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 还拥有我们美丽的传统文化 也就是在秋千的这个装饰上 我们希望也能够继续保持它的传统 也就是贵族头目平民有所区分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 学习这个优质的民族文化 我们希望是从学校的民族文化课程 那里去学习 尤其是我们排湾主的社会制度 这种所谓的接续社会 希望能够我们的学生去了解 了解以后 当我们把这个秋千文化补极化的时候 他也能够接受这个在装饰上的区分 这个是我们努力试着做看看 谢谢 那我们的陈主任 那您刚刚好像已经对我们这个普及化 有一些个人提出的一些建议 要不要去要再补充 就是如果是当家的头目 他就在四根柱子上都做 他们自己家族家徽的雕刻 包含百步蛇的蛇纹 还有太阳纹 人面纹 这四根当中 如果是我们一般平民 就象征着生命意义的生生不息 就是男女的生殖器来做雕刻 这样子的话 也没有僭越到我们头目家族 就是男女专属的他们自己的雕刻纹路 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当鞦韆 因为他们也算是在结婚也在延续生命 对不对 这样子也不会让男女人说 我的权益被你剥夺了或者是占用了 我们也用尊重的方式 是我的看法 如果能做到这样 我真希望每个排完组的少女 结婚的时候 享受一下荡秋千的美丽 是这样子 所以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记忆 能够让每一位男性或是女性 在她生命的一夜中都能够拥有 那也就是一个头目的一个 在文化上的一个分享 来去应对我们 目前我们这个排完组社会 它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变迁 然后在文化上的一些革新来说 我们记忆方面要有一些革新 又要有一方面保存 可能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考量 跟计设计 是是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 在文化这个秋千文化上 刚刚从前面的两段好像有听到 就是说到南排湾的时候 这个秋千它是用做的 那我们刚刚在那个VCR上面 看到我们这个所带来的秋千 它是用站的 不晓得这个方面 为什么会有从站到做的 这样的一个差异 不晓得叶校长 以你的研究的话 或你的了解是 什么样子造成的 我们南部排完组 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移民的社会总是比较紧张 紧张的时候就必须要团结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的荡秋千文化 主要的就是在我们 到了南部排完组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移民的社会 是一个支援相互竞争激烈的社会 所以荡秋千在我们来讲 功能有所转变 也就是说 这些荡秋千变成是 在我们田间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瞭望的功能 也就是监视周边的敌人 什么时候来袭击我们 攻击我们 所以这个秋千的设立 往往都是在比较高的树上 或是在断崖上 为了安全 我们就有这样的变成坐着 这种一种改变 至于在荡英上呢 我们就失传了 但是在东部或是其他的部落 还是隐隐约约的 可以看到这个荡秋千这一个仪式 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个现象 是 很感谢我们两位来宾 在今天我们所探讨的 巴利利家族立秋千的这件事情 深入探讨到我们排文组的 这个秋千文化 包含到他 这个从北部到南部的一个变迁 跟他的这个始末眼音 那最后的短短时间 是不是请我们来宾 就是说你对这样的一个文化 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 可以我们用短短的时间 来跟我们 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寿命好吗 荡秋千的文化 是展现美丽尊贵和优雅 希望排文族能够 大家共同拥有 普及在每一个排文族少女 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夜 谢谢我们陈主任 叶校长 不知道你个人这边 有怎样的一个文化期望 可以 这个婚姻荡秋千的仪式 是含有这个宗教和人伦的一行 我们希望能够普及化 我们希望学校文化课程 能够把这个优质文化融入课程 但是我相信有它的困难点 也就是如何突破 我们接触社会的困难 但无论如何 这么优质的文化 我们还是要努力传承 祝福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我们两位来宾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今天你的收看谢谢 那也谢谢 那也谢谢 咱们 想不得 评论 优优独播放